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有油站啊,為什麼不入油?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的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你才知道嗎?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簡單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進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了 測完油價順便聽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新在家國,心系香港 喂,伙計 小姐,想要些什麼? 麻煩一個蛋子 沒有啊 那要奶油多吧 都沒有啊 那隨便一個炒飯吧 沒有啊 咖啡奶茶有了吧 都沒有啊 那這裡有些什麼啊 這裡有兩位大廚 我是肥龍 還有我,阿傑哥 嘩,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這裡是十號茶餐廳 好,歡迎大家收聽十號茶餐廳 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 除了有肥龍在這裡之外 今天另外一位朋友是... Hello my friend 我是Akiko的表哥 Amigo 突然間出現了一個 從來都沒有聽過的聲音 哇,歡迎Amigo 多謝肥龍 是不是有Taco吃啊? 哈哈哈哈 因為Akiko的名字很日本化 Amigo的名字一聽到就 哇,很Mexico 很Mexico 對啦 馬上想到先吃一塊Taco 話說回來 肥龍就快可以吃東西了 哈哈哈哈 兩個月時間 是啊 不過我們不要說太多 因為 今天呢 首先focus回到Amigo的身上 喂 Welcome你呢 這個禮拜 頂力相助 因為 Akiko 這個禮拜實在太忙碌了 那 所以呢 他就特意 告訴我 這個禮拜真的不能夠時間 怎麼辦呢 好啦,於是 肥龍就 呈相了Amigo來客串 我要雜貫一下叫你Amigo 多謝邀請 不是一會兒說說說說說說 不小心露了你的真身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其實 講回 我肥龍 和Amigo 呢 真的認識了 可以說很久 又可以說 不是很久 真的有些 有些奇特的 這個關係 想回年頭 就真的好像很久了 想回年頭 是啊 想到年尾的時候會怎樣 因為年尾 就已經忘記了年頭是多久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其實 肥龍呢 認識Amigo 真的有十幾年的時間 嘩 一說 嘩 好久了 但是呢 其實十幾年裡面 我們是失散了 是啊 失散了好久了 肥龍你在哪裡啊 那失散了之後呢 又很有緣分 因為呢 就是 肥龍的太太呢 就是有上班的嘛 嗯 那在工作上面呢 竟然有機會 撞回Amigo 是 我都猜不到 是啊 你太太跟我說的時候 喂你認識啊 誰的啊 我認識 然後 咦他是我 先生來的啊 哈哈哈哈 沒錯 於是呢 我們就相認了 是啊 現在就 多一點見面 嗯 唉 有時候呢 這些事情就是這樣的 緣分的事情 說不完的 是 那 其實我跟Amigo呢 在Facebook上面呢 都相認了很久了 不過呢 你也知道啦 Facebook呢 不只有一兩個人的嘛 Facebook上面總會有一洞人在那裡 那 即是你 跟不到那麼多人聊天啊 我想問一下 Amigo你Facebook上面有多少個朋友啊 多不多啊 五百幾個 哦 你五百幾個 五百幾個算OK啦 我有些朋友小的呢 我看到 他也有百多個的 那麼多的呢 我就看到 跨到一千幾兩千個 嗯 那肥龍自己就 到現時為止 那個Friend List 那裡有八百幾九百個人 那但是很老實 講一句 那八百幾九百人裡面呢 有多少個 你又真的會跟他聯絡的呢 真的沒有什麼 那幾個 是啊 其實你主要來來去去 他也有幾十個 可以這麼說 但是主要我就是 上Facebook看看大家的更新 是 那這個 但是結果你 主要是看到熟了那批更新 因為你很久沒有 interact那些呢 Facebook會選擇性地 不展示他的 是啊 如果他展示完的話 你根本看不及的 哈哈哈哈 我的Notice那個位 經常都很多個Number 但我沒有機會 檢查一下什麼 喂 給你一點時間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這個 我自己是 一個都 都跟 肥龍認識了很久的 一個朋友 那些人都知道我叫Daniel 放心 哈哈哈哈 那 自己都喜歡去 到處去 玩玩不同的東西 可能玩玩話劇 我喜歡 聽一下音樂 玩一下結他 其實我希望 有機會跟你玩一下結他 嘩 結他 我已經封了陳 你真可憐 哈哈 我的結他技巧已經跌到 一個 無可再低的 領域 哈哈 大家拔一支結他出來 要練 先練一下 哈哈 OK 就是這樣了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都喜歡 其實是 活動一點的東西 我自己本身 這個人好動一點 OK 你為什麼不說 你跳舞 原來很撒家 哦 對啊 肥狼又發現了 一件事 好像一個 香港的藝人 張 張繼聰 哈哈 那 有一個機會 我就假裝他 跳舞唱歌 對啊 挺好玩的 對啊 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一個很大的驚喜 因為我不知道 原來 Amigo是這麼跳舞的 大家都很驚喜 我自己都很驚喜 雖然其實我自己 沒有學過跳舞 對啊 可能因為你有些功夫 那再加上你自己的好動 是 好動會弱症 那些 模仿能力又不差 於是 就算沒有學過跳舞 都頭頭是道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那天 是 一個驚喜 因為如果組之旅 可以跳舞 就把你壓軸 壓軸表演就好 所以我那天也找到你 我記得嗎 但是你不要忘記 我這個革命尚未成功 我要成功脫育 我才可以跟你一起 好 到我脫育完 我就可以跟你雙箭頭去跳 行啊 現在始終體重上 我跳舞還是 除非你那些是搞笑舞 那我又不介意去跳 好啊 其實什麼都沒有所謂 但是幸好我選擇不跳 否則就破壞了氣氛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啊 張繼聰那天 帶了一個 這麼有型的朋友出來 那到時候 這個合法的火花 你明白 你現在叫我扮龍貓 可以 哈哈哈哈 我頂籠也是扮貓巴士的 你叫我出來跳好型的舞 我真的不行 我們會變成那些車毛 然後之後 有個貓巴士在後面 然後我放在旁邊 就是跳舞 嘩 車毛 不要掛 大哥 我想起車毛我不行 我只可以展示腳毛 哈哈哈哈 我現在扮車毛那些 我會硬粒部車的 哈哈哈哈 我太重了 一壓下去 嘩 硬粒了 賠錢 嘩 自己會動的 哈哈哈哈 真的會 哈哈哈哈 好啦 剛才說到Facebook上面 近來有一個 website 可以這麼說 或者一個app 炒得熱烘烘的 很熱啊 Amico你應該聽過 你有沒有玩過 那個 即是拍照 做到app那裡 他就會幫你detect 然後他會告訴你 你幾歲 看你的樣子 你自己幾歲 那個app有沒有玩過 我自己沒有玩過 但我看到朋友 身邊的朋友都有玩 我看到好可愛 咦 咦 你原來好像有這樣的歲數 我看到其實那些result 都很參差 譬如 肥龍自己就detect 年輕的幾年 肥龍detect 了出來 那有些detect 了出來 簡直是年輕的幾十年 哈哈 而最搞笑的就是 我有朋友 他也幫了子女 拍了照片 上去 他的兒子 明明是 總之是七八歲 那些 那些 他Display出來 是七十幾歲 嘩 我覺得 什麼事啊 大哥 為什麼一個七歲 八歲的小朋友 你會detect 到七十幾歲 他detect到他裡面的心態 是 都不能 七八歲的心態 怎麼會是七十幾歲 有點害怕 阿貓你有沒有附上去洗手間 麻煩 其實呢 這個app好像挺好玩 因為也帶來了很多朋友之間的話題 也挺搞笑的 挺搞笑的 也挺有趣的 就是一群朋友拍了一張集體照片之後 大家做完那個app之後 看回對方幾多歲 就笑得肚都痛 還要是沒有秘密 因為那些人很喜歡 都放上Facebook 是啊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喜歡分享這些東西 很豐富自己 我年輕了 多少歲呢 現在 就是像王子華說的 他在棟篤笑 那些人 就是 說Facebook上面的 好像類似日記 但是王子華說 那些人根本就是在寫傳記 因為日記是自己看的 你什麼時候把日記簿展示出來給人看的 只有 一些歷史人物 要寫傳記 寫完之後出書 這樣才給大眾看的 是不是 Facebook上面都在寫傳記 真的也是 真的 遲啊 由我上個星期上個月開始 我寫寫寫寫寫寫寫 喂 有什麼你不想知道 我真的想讓你知道 就是有些人 就是 他吃什麼 要拍出來 鋪出來給你看 接著 走到那邊 又要自拍一張 給你看 告訴你 我在哪裏 要在哪裏 然後回到家 做什麼 又要看什麼 電視節目 要拍給你看 我現在正在看這個 電視節目 就是一天 任何時間 他都會 每天 還幫我上班 這樣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放在那個 How do I look How old do I look 那個網站上面 其實 玩就好玩 但是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 原來有個報紙 那個記者 他故意 就走去 按進去 Terms of Use 那些地方裡面 這個我發覺 很少人 做事之前 會真的細心去閱讀 嗯 給我和你 我們玩完就算了 我自己 就從來沒有想過玩的 但是肥龍都被人玩了 是因為呢 有人跟我拍完照片之後 他就 用了app來 detect了我的樣子 不過我故意 捏起你的樣子 那一下 哈哈哈哈 不過anyways 原來 Terms of Use 那裡 他就說 嗯 你按進去 你上載了你的照片之後 雖然他不會留底 但是他有權 將你的相片 是用來作任何商業宣傳的用途的 嗯 嗯 那你又怎麼看呢 Miko 我覺得 你的話又說不留底 那我就想 算了 沒所謂 放心玩一下嘛 但原來又不是的 你又可能不知道 儲存在哪裡 這個就是問題 因為其實他說不留底 的而且確 我相信 在那個 How old do I look 那個 社會裡面 是不會存底的 你的相片 但是其實他要做這件事 有多難呢 因為你不要忘記 你的app那裡 你要先上載照片 讓他去檢查你的樣子 檢查完 他會回到一個結果 給你 然後寫著 你是男還是女 多少歲 嗯 其實他將 結果 傳回到你的手機 也好 電腦也好 之時 In the meantime 其實他都可以把這個檔案 傳到另外一個地方 備份了他 而這個 備份的電腦 或者那個機構 可以跟 How old do I look 這個 server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他就可以 claim 我沒有留你底 但是 有其他地方 留你底 那不關我事 是嗎 對 這些想下去的商業手法 他要走開走蠟 有多難呢 尤其是這些 因為是Microsoft 人家 有錢 又有時間 又有人才 不怕你告他 你沒得告 他寫得明白 Terms of Use 那裡 他都說得明白 我有權拿你照片 做任何廣告 商業宣傳活動 他說了不留底 是的 他的網站沒有留底 在其他地方 他沒有說不留底 我寧願他玩的時候 他有一個選擇給我 喂 你會不會願意 給我們 用在其他方面的用途呢 有個位置給我 去答yes or no 那我反而覺得 啊 清楚一點 你這樣想 我是完全理解的 但是你想想 作為一個商人 會不會這樣 刻意 刻意在你面前 告訴你 其實很多事情 為什麼 有些簽合同的時候 會有一些叫做 fine print 嗯 很fine的 基本上用放大鏡看 就是了 為什麼要變成fine print 而不是 兜口兜面 用口跟你說 又不print另外一張 雞腩大的字 給你看 就要用fine print 這麼低低的字 因為 有些人真的不理 所以 相信 但是 現在我想 over the world 有很多人已經玩過這個 嗯 我Facebook裡面 看到的朋友 都已經是 無數這麼多的post 用過這個app 我突然間 我突然想想 是否每一次拍的時候 同一個人 他拍不同次數的時候 出來的效果 都不同 我絕對相信是 那 其實 anyways 他不會故意這樣 如果我相信 好像你這樣說 他用剛才的方法就是 彈出來 你yes 他才做的事情 我想會很多人 走了 不玩這個 於是 他的商業用途 就低了很多 是 那 他的點擊率 就低了很多 啊 他又不想人家覺得 喂 很害怕自己的東西 超像拳被人用了 但又想人家去participate 其實很多人 用一個貪玩的心態 就不會想太多 但你不可以說他沒有寫 因為他在 Terms of Use 那裡已經寫完了 那就是一個生意的 即是 現在很多做生意的手法 都是這樣 不過 我又覺得 這個 我就會覺得 你拿我的照片來做 如果不是做一些非法的活動 或者做一些 不見得光的東西 譬如把我的頭剪掉 放在三級的地方 你不是做這些 那我都覺得 無雙大雅的 就是一些簡單的宣傳 不過 看回這個 剛才你問了我一條問題 就是 是不是會擺個不同的樣子 不同角度 拍出來都會不同的歲數呢 為什麼我告訴你 一定是 因為我在網上 找到另一個報道 我覺得很好笑 嗯 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都是一些人 用這個 How old do I look 的網站 他就上傳了一些照片 嗯 然後就detect了出來 就有些靈異的情況出現了 嘩 這麼厲害 首先 講講幾個不同的情況 譬如 有一個正常一點的就是 你可能 在手機上面也聽過 有些APP 拍完照之後 他特意會加一隻 好像鬼一樣的東西 在你後面 是 特意說什麼 恐怖的照片 其實是 在後面 人工合成下去 那個恐怖的樣子 例如 在一個角落 整個人 好像精子一樣 爬出來看著你 那些 然後 他特意爬上去 就detect 那個鬼樣子 即是這個 How old do I look 會detect 那隻鬼 對啦 因為他看上去 還是像個人樣子 那既然有個隱樣子 那他就detect 對啦 對啦 那我就看到 那個網站 放出來的 報道 那張照片 黑了臉的鬼樣子 他detect 到是一個男性 41歲 那我就覺得 挺好笑的 那另外 還有一些就是 明明在那個Modell 有一個人 我想可能是 一些 Boo 即是那些 叫做 攤檔 那些工作人員 他就特意拍張照 影自己而已 那有一個男生 他detect 還有一個女生 那這也算了 那個攤檔 那些是沒有人的 即是 背景是一些 街磚 那些街磚 可能有出發的 有一點點像人的樣子 他detect 那細竟然 那裡沒有人 他就跨住了一個 某七十多歲的 男士在那裏 這真的很靈威 那些 是啊 那另外就是 有些人 站在一些大自然 譬如家旁邊 有些樹 有時候樹葉不覺不覺都可以砌出一個人樣的樣子 有兩張相片 其中就是出現了這些情況 它就detect 到那個樹...即是樹人 又挖著那個樣子就說是多少歲 但是最靈異的一張 都要數到那個報道最後一張相片 明明它是類似用一個夜視鏡 它晚上黑漆漆的 它是拍著一間屋做背景的 大家都想到用類似夜視鏡的夜光去拍 這間屋就變了綠綠色的 那旁邊其實是七黑一片的 可能在那張相片裡面的Pixel 就會有一點點黑的程度 有一點點不同的顏色 有一點點光小反的顏色 還有可能有些星星在背景 不是動物園那些呼呼呼的星星 是天上的一閃一閃的 那張相片裡面竟然它detect 到有七八個樣子 但是完全是七黑一片的 你就這樣看下去 即是沒有人的 沒有的 完全是七黑一片的 但它detect 到有八九個樣子 有八九個樣子 即是挖著八九個不同的樣子 有了歲數 男女 是很靈異的 你看下去 即是有些害怕 第一下看下去 有些心寒 說什麼事 我們梁思浩可以找一集出來說 這個後來還是錄的 不過這個 我相信純粹是 即是電腦 它始終不是人眼 它是靠 你看你的照片 它detect 了你的照片 因為把照片分成不同的屏幕 那樣的照片 看到有些類似的樣子 就會告訴你 那個是男還是女的幾多歲 即是純粹是一個detect 所以其實 我不是說 有個朋友 有個小孩 明明幾歲 detect 了七十幾歲 其實他也是敗過一下 他的樣子 可能他故意笑起來 衣起的樣子 就好像皺紋一樣 那樣的 那個detect 就以為是一個老人家 所以這些 拿來玩一下 得淡少還可以的 我們打算過來玩的時候 Microsoft 就可能 已經拿了我們的照片 不知道怎樣 不過反過來 如果拿了你的照片 而令你有機會 被人認識到你 甚至找了你去 拍廣告 成為Model 甚至進軍荷里活 這樣 雖然這個想大了 但是 有些 因為我看報紙的報道 就是 你上載的照片 可能會被拿來做商業用途 就說得好像很害怕 但是 我有時候 會覺得 每樣東西都兩面看 當他拿來做商業用途的時候 可能不覺得 又發掘了你出來 是啊 我打算拍一張照片 但突然間 有人找我 你OK 還挺上鏡 就是 然後 開始接多一些 不同的廣告 或者拍電視劇集 找你去 很多人喜歡做這些 很多人會做明星夢 對啊 所以 有時候想事情 也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變 就是 有時候 未必全部都不好 拿來做商業用途 是 那一刻 你沒有錢賺 但是 可能用了之後 有人欣賞你 找你 那裡你就賺了 又是 一張照片 又可以成功 變成很厲害 也是一個例子 就是 所以 You never know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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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七旋斬 再看我流星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斜劍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 華山論劍 到時見 QBW.一clicksoeasy.com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一clickradio 十號茶餐廳 本州精選 中文字幕 喂阿米哥 是 回來了 先吃個芒果 好啊 熱辣辣 吃個芒果正 熱辣辣 現在還沒很熱 香港呀 亞洲地區就可能比較熱 在我們北尾都還沒算很熱 不過 吃芒果就 久不久吃一個就好了 不要吃那麼多 嗯 因為會濕熱 啊 對 但是好吃 是好吃 但是芒果你吃得太多 就 個人呢 一濕熱你上來 就真的很濕濕 哈哈哈 所以不要那麼濕濕 就不要吃那麼多芒果 是啊 那芒果 如果你買了在這裡 又不要吃那麼多 一個人買了一堆芒果 拿來做什麼好呢 其實可以拿來玩玩遊戲 嗯 在家裡 練多點 拿芒果來釘靶 釘靶 釘靶 是啊 對啊 那就打到我的把很香 嗯 那你還沒剝皮應該也不會太大問題 哈哈哈哈 那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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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話說這件是什麼事呢 讓我講一講給大家聽 就是這樣的 在威內瑞拉呢 有一名五十幾歲的婦人 那她應該都是屬於比較窮困一點的了 就是 沒什麼錢 又沒有搭樓 那其實她一直都有個心願的 都 不死都半世人 是不是 五十幾歲 那現在一般都是 如果長命一點的都是八九十歲 一般來說 那她是覺得 臨死前都想有搭樓插插手 啊 但是五十幾歲人 外面找工作又不容易的 是不是 就是 打工的壯年都是二十幾到四十幾 一搭入五字開始 外面又不多請你 如果靠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呢 都不用只要上到車了 是不是這樣說 真的 如果你說 打工五十幾歲 其實 她已經過了黃金時期 對 那 怎麼可能還有搭樓呢 於是她竟然忽發其想想了一個方法 結果呢 就完成了 是嗎 是啊 這麼厲害 就跟芒果有關 這個方法 是啊 就是問你究竟是什麼人來的 什麼方法 你給你介紹一下 又跟擲擺擺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拿一個芒果 出去擲人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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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 看 這個 劉醒 這個 什麼 她說 最 最 是 她說了一句話 就是 最害怕的人 不是死的人 是 窮的人 是不是 因為她會發窮惡 是啊 她會發窮惡 或者反過來也不奇怪 哈哈 但是去到兩個邊緣位的時候 人是會把潛能發揮出來的 什麼都不理 是啊 因為都沒有東西輸了 是不是 盤死了 什麼事 大不了 來啊 不是 死就死 不死就消美 哈哈 這個亂來的 哈哈 哈哈 於是 她竟然在芒果上面 寫下了她的訴求 然後把她的姓名 地址 電話 都寫在芒果上面 然後呢 然後呢 她竟然趁 委內瑞拉的總統 啊 出遊的時候 她就一下 不知為什麼這麼準確 就把芒果扔過去 扔中了總統的頭 不是吧 這麼準 哈哈 哈哈 好東西 那就是她是不是在家練了很久 哈哈 哈哈 這個世事竟然有點巧合 你想想 如果這些事發生在中國大陸 或者香港的時候 我不說大陸 大陸就大家心照 如果在香港發生 特首 有人拿芒果扔中特首的頭 你猜接下來會有什麼事呢 連續 馬上有十多人衝過去 按住地上 應該 應該首先呢 就是 會有幾個警察追著你 然後抓到你 按住地上 即時呢 就踏回去 以這個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甚至謀殺力的罪名 哈哈 去控告你 是啊 企圖謀殺特首罪名 是啊 沒錯 務求你要坐回三五七十年牢才罷休 是啊 他可以這樣 charge 因為不知道你會扔什麼過去 是啊 但是 竟然 委內瑞的總統 沒有即時第一時間 去這樣做 當然可能保安人員會衝過去去抓住婦人 但是當然就 委內瑞的總統 他撿回一個芒果 就看到上面寫了一些字 然後他當時就沒有做到什麼 我相信他也就這樣放回婦人走就算了 但是跟著呢 這件事是有後續的 嗯 他是不是看到芒果 還可以吃呢 這個時候 問回那個女人 你哪裡買啊 有多棒 這個是最後會發生的事 但是呢 他中間發生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總統竟然 找他的助手 打電話給這個婦人 然後 就送了一層樓給他 咦 就是因為他的訴求寫在芒果上 沒錯 哦 就加上他的聯絡電話 對 然後就會扔進去 總統就會回覆他 對啦 總統看到他的訴求 於是就回應 他真的送了一層樓給他 然後總統就像你這樣說 他就沒有問他在哪裡買 就是說 咦 芒果都熟了 可以吃掉了 啊 就是那個總統真是 嘩 很特別啊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就是 總統的心態是怎樣呢 他就會怎樣對回人民 嗯 是啊 你想一下我剛才說的 是不是很typical 如果在香港發生的這件事 那個人一定是被人告 告到他 身家性命財產都沒有了 一定沒有了 嘩 大哥啊 你找東西襲擊 原首啊 是啊 不是即時 煎你皮 拆你骨 啊 立刻已經很嚴重了 香港的話 香港是 你不要說香港 就算我講回加拿大 你試試如果 Steven Harper 走出來 你去找東西 扔他 他就不會告到你身家性命財產都沒有 但是他一定呢 就是保安人員都一定會先按下你 然後呢 政府就會出信去告你 這個對待看待是正常的 那又好像聽起來 就是我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原無辜 那扔東西下去中通道嘛 是 真的可以襲擊他 但是有趣的就是 應該說更有趣的地方就是 近來你有沒有看新聞呢 香港那方面 哪一宗呢 特首呢 不是說 落區去買菜的 他 你沒有聽過那個新聞嗎 還沒有 就是他呢 就是無端端 有一天就說 走了去買菜 然後呢 就有一批市民很支持他 去跟他拍照 然後呢 就還說 很多人都很贊成 代注C這個普選制度 那 就 然後他在那個街市呢 逗留了 非常之短的時間呢 就走了 那他就說 給別人聽 我很親民啊 很受歡迎的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個鬼鼠落區行動 啊 那但是 別人 葦雷瑞拉的總統就大大方方 這樣去行 被人扔都還要 這麼寬容大量的去處理 咦 那對比一下 人家委內瑞啦 就是 就是一個公開場合 這樣走出來 被人扔完之後 寬容去處理 喂 那梁先生剛才那個鬼鼠落區 其實我們應該找些東西 真的扔回他 是不是 他應該是更歡迎我們扔他 這樣說的話 他是不是要親民啊 那個問題是 他的面子容不容許你這樣做咯 是不是 那你要扔一些大一點的訴求 對啦 就不要扔芒果 不簡單 應該扔個... 榴槤 對啦 哈哈哈 即是給他夠面子 但是 你扔榴槤局 就沒問題了 如果你真的承購榴槤 拋過去的話 我想你真的 肯定被人Charge 你謀殺啦 你真的 終身監禁 也有資了 不用啦 梁先生 我們扔個提子 都已經夠終身監禁了 一分鐘 唉 你扔個提子 他都會告你很多事 第一個你隨地 亂拋垃圾 罰出來 然後再罰你這個 叫什麼 獄警罪 他現在很流行 無緣無故加獄警罪 來侮辱警察 哈哈 這個還不是 對警察最大的侮辱 是 大哥 什麼獄警罪 神經病 我又聽到 沒事吧 這個真的很好笑 然後告你獄警罪 再告你 意圖襲擊他人 令他人受傷 對 梁先生 我想跟你聊聊天 你已經告我這麼多事情了 怎麼跟你聊 哈哈 然後再告你 企圖意圖謀殺 哈哈 嘩 問你怕了嗎 我沒話說 喂 香港 你現在看香港的新聞 你是自己有嗎 暗角打人都沒事 是 你不是自己有嗎 總之我沒事都走過來打你兩棍 警察就是這樣 香港的黑警 就是這樣 你瞇我嗎 肉警啊 過來身份證 唉 算了吧 這件事 但是我唯一說的就是 我佩服葦奈瑞總統的氣量 還有他真的對市民 是有一個熱切的關心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作為一個Leader 你關心人民 去了解他們 好過你 經常在電視或衣音機面前 一一樣樣樣 說 說多少番話都沒有用 跟你一次 這樣去 體諒市民 去做一些 真的他們的訴求的話 是不是差很遠呢 差很遠 差很遠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肥龍每週推介 我們今天講潮事前 其實我們剛才在咪後 就談回剛才阿偉雷瑞拉總統的小小事 Amigo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肥龍如果你是總統的話 或者被人扔這個芒果 其實你會怎樣處理呢 其實你會怎樣處理呢 我跟兩者 即是我們剛才說過的 香港或者威瑞瑞拉 兩位的處事方法都不同 我就會 如果現場 我真的是一個元首的話 被人這樣扔了一塊水果 我看到之後 我又不會選擇去監禁他 我亦都不會選擇 就這樣令到他的願望達成 我反而就會約他 來跟我見面 我就要了解他的情況 然後 去作出相應 譬如我可以配套的計劃 去幫他 令到他自己 可以達成他的願望 都好啊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 因為如果下下有人需要幫忙 你就立即給他需要的東西給他的時候 某程度上 你是不是在幫他呢 應急那一下 的確確是 但是 其實某程度上 是不是養懶了他呢 譬如 如果我很有錢 有一個很窮的人 走過來問我拿錢 我就給他一塊錢 對他來說 其實他用完那塊錢之後 他仍然是一個窮人 我沒有真正去幫他 我要真正去幫他 就是怎樣讓他離開他窮困的生活 於是 譬如原來他學識低 我是不是 譬如我給他一些作學金 讓他自己發奮到強 去學到一身的技能 又或者 他欠缺工作 或者欠缺機會 而我有能力的話 我就給他工作 或者給他一個機會 去令到他有 智力更生的能力 嗯 那才是真正幫人 對 所以你了解完之後 看看長遠 是怎樣幫到他 是啊 那因為你幫了他一次 其實他轉過頭 可能也都 跟著 沒有東西幫到他的時候 那他變回之前 這樣而已 扔多個芒果給你 那就不行了 大哥 到時一出街 幾百萬個芒果扔過來 到時真的被芒果摘死了 哈哈 是不是 所以我反而會這樣看 那真的要了解 那些人的需要是什麼 想辦法 令到他們自己 能夠達成自己的理想 那其實 尼德比你送給他 更加開心 因為是他自己 親手去達成到這個願望 不是只要別人送給他 對 我會這樣看 但anyways 那就說回今天潮野了 好 潮野其實 其實也都 看到一些大公司 一直都很努力 去實踐他們的理想 要更加高的技術 然後 令到你 生活更方便 先說說 其中一間大公司 一直都在實踐這件事 這個就是 Google 嗯 現在都搜尋了 對 基本上 現在在你的生活上 已經接近是 每天都會接觸到Google 會啊 我去餐廳 不懂路 我又會Google一下 對啦 即是你會開個Google Map 來看 又或者你用E-Mail 很多人會用G-Mail 就是Google的 那又會 可能你的網絡 你上網看東西 用Chrome 又是Google的 又或者有些人買了 好像手裡電腦那些 叫Chrome Book 那又是啦 那甚至如果你用Android手機 你其實也是跟Google有關係的 對啊 所以其實你差不多每天都離不開Google 已經 這個其實是Google未來發展的方向 就是 要你生活上每件事都跟Google 其實我以前 早一兩年我看過一個消息 報道 Google在未來20年的發展計劃 它是 上至太空站 下至你家的洗衣機 都跟它有關係 即是它未來的發展方向 即是生活化到每件事 對 對 所以Google一直都在實踐它所說的 那現在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用Google手機 那其實呢 我想很多人都很大頭 經常都不小心留下這部手機 對 趕時間出門口的時候 又不知道放在哪 都不要說放下手機 就算在家裡 有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放下手機去哪 是啊 媽媽 可不可以幫我響一響 我都買一部手機 對啦 但如果你家裡有四野無人的時候 那你怎樣可以找回那部手機呢 如果你又沒有其他電話可以打的話 那 那現在呢 終於有一個新的功能 這個其實呢 在蘋果手機已經有了 但是Google終於都有了 好耶 就是你可以透過個人電腦呢 只要你是用Android手機 而你呢 也都是 譬如你用Chrome 或者是有Gmail帳戶等等 你會Login去Google的話 那它就會跟你的手機去Synchonize 你只要打 Find My Phone 那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電話 如果你的電話的GPS開了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電話大概在哪裏 當然啦 譬如你說 我在家裡的範圍 我也知道你的電話在家 那怎麼辦呢 我怎樣才能找到它呢 那你就可以透過網站 去Active你的電話的響聲 誒 這麼厲害 對了 那於是你透過響聲 你的電話響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的電話在哪裏 哦 即是上網叫自己 或者好像有Google的功能 喂 幫我響一響 是啊 它不是叫自己 它只不過是透過Google的定位程式 去令到你的電話會響 啊 對了 那於是你如果在家裡 不知道你的電話在哪裏 就可以透過這個服務 就問Google Google我的電話放在哪裏 叫Google叫響你的電話 那你就可以透過你的電話響聲 去尋找它究竟是 尋找電話的故事 那就可以找回你的手機在哪裏 不小心留下了 怎麼辦呢 亦都可以透過這個翻賣的封信 只要你的電話 是開了GPS 又訊號了Google 的話呢 那也可以找到你的電話大概的位置 那譬如你去過那些餐廳吃飯 你留下了的話 你起碼都知道那間餐廳的嘛 那你 那你 飛車回去拿吧 是啊 即是方便很多 比起這樣說的話 是啊 其實它有它的用途 嗯 是不要實際 對那些大頭黑來說 實際 對肥龍來說 就少一點 因為我的電話回到家 固定只會在三兩個位置出現 我就不會到處放的 那些電話 我感覺就是 Google 剛才你說過的野心 就是打算做到 喂 我們生活化到 每一樣東西都跟Google有關的 是啊 那 現在 基本上 我電話放在哪裏 都不用怎麼想 我只叫Google 我自己的電話出來就可以了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 某程度上 我又會覺得 令到人們的思維 記憶力退化 哈哈 是啊 因為 每個人都靠他 都不用想到哪裏 對 於是 你的記憶力就越來越衰退 還有你的思考邏輯就越來越差 因為你都不用想 有什麼時候 就Google 那是不是好事呢 對了 到時候什麼都是靠Google 所以你看一下 現在人體的體力都比以前弱 以前的人每個人都要走路 現在每個人都開車 或者乘車 都不用怎麼走 那你的身體機能就越來越差 是啊 像是速龍一樣 慢慢變得 像是暴龍一樣 不用用前面的手 哈哈 不會啊 不會變成這樣 因為你不斷用手機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我懷疑是 剛剛跟速龍相反就是 沒有了對手 哈哈哈 但是對手會變得很發達 哈哈哈 因為你要用手機 在那裡按一下 好了 另外說 講到Google 另外有一個 Google的一個 又不是新科技 是一個 改進了 改良了的科技 我想問 Migo 你平時 會不會打中文的 很不適用 很不打中文 即是你跟人說的都是靠英文為主的 如果是text的話 英文當然是text 但中文的話我用手寫 手寫 手寫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肥龍自己是學過蒼蠍 不過很無奈地 我要宣布一句 我已經把我學過的蒼蠍馬 給我朋友了 因為我平時真的不用 肥龍又不是手寫 肥龍自己是用廣東拼音輸入 你打回廣東拼音 對 例如你好嗎就是Nehoma 然後就把字按出來 不知為何肥龍自己的拼音能力也挺強 廣東字的拼音 所以我打的中文都是用廣東拼音 你覺得是不是比較快 其實不會快的 快一定快不過蒼蠍輸入法 因為蒼蠍呢 你要拆那個字的馬 所以你出到的字是很有限給你選擇 甚至你打完那幾個馬之後 直接出你要的字 但用廣東拼音 你只打你的NEI 他都出了很多幾行字給你 所以你要慢慢選擇 所以一定是慢的 不過就起碼打到我要打的字 但是比手寫來講 拼音輸入法 那一定會快一點 因為拼音輸入法 因為過往的手寫 第一你要逐個逐個字去寫 雖然它有聯想的功能 你寫這個字會聯想其他字 但是你要寫得清清楚楚才能看到 不過現在開始 或者會有變數了 可能你寫字比我打字快 因為GOOGLE 就有一種 就是它會檢查你寫的字 第一它就不需要你逐個字寫 你可以一早一句寫出來 而且第二 它一次過支持82種不同的文字 第三 它支持混合的文字 即是 你寫一下英文 中間彈兩個中文字 再夾兩個日文字 它全部都可以寫到 還有 你寫得好料它都可以看到 哦 這個是重點 這個是重點 絕對是 因為你寫得快就會成功 你一成功 以前的看字鋪圈 是不是看不到你的字 很痛苦的 我寫完整個字 我寫了整個五次 才能選出那個字 對 所以現在這個 就變得準確程度高很多了 很棒 甚至呢 甚至呢 它連一些Emoji 都可以展示到 什麼叫Emoji 其實就是那些表情符號 即是那些大笑樣 哭樣 開心樣 或者一些古怪樣 發生樣 那些 寫下去就可以出來了 寫都已經可以出來了 這個Emoji 我想我突然那些中學生 即是香港那些 大學生 考試 好急的嘛 這些字好料的 對啊 那 現在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輸入電腦的話 他都應該可以 read 到的了 不過這樣 當然 他還在改良改善 因為呢 有些編輯門 他們就試過 他們就說 大世界的英文 再跟這個中文字 去混合寫的時候 他就有時候會 read 錯你的字 譬如 大世界的英文字 混合寫 他會不知為什麼 read 變成中文 噢 這樣的 對 所以 他就建議 如果大家要混合寫 最好用大加英文字 再加中文去混合 就出錯機會比較少 OK 對 要不就用純英文 就OK 但是我們這些 這麼 兩用語言的人 其實有時候 混合一下也很正常 其實OK啦 我其實見過 有些人 簡直不是打字 他們用語音輸入法 但是Google會不會有什麼 很好笑的 因為我經常見到 有些朋友 他拿起電話 無緣無故對著電話 他又不是說電話 在那裡說句句子出來 不過那個電話 真的馬上會打出來 對 他就不是語音錄音聲給對方 不是錄音聲給對方 而是他講完之後 電話聽了你 就變回文字 就變回文字 對 他們就選擇這樣 我都試過玩一下 但是出錯 出回來的效果 不是太好 很多字是錯 不是我想要的字 所以他們是 不知道 他們習慣了 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這個快速妖草的 手寫 確認功能 就幫到很多手 是啊 今天呢 另外還 平常我們說兩個 今天說多一點 有一個我覺得 是一個挺好的 醫療設備 叫做 太陽能備帶 太陽能備帶 跳動不正常 又或者你的體溫突然升高 降低等等 如果你在醫院裡面 有時候醫務人員比較忙的 不是第一時間看到你有問題 那就很容易出事 如果你戴著這個臂戴 他一有時發覺你的身體不正常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醫生 醫生就會立刻來幫你檢查 好很多 因為病人經常到處走 你沒有理由經常到處走 周圍走這也不算是大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 病人不離開的時候 他躺在床上 他出事那一刻 未必有醫護人員在旁邊 於是等到有醫護人員來到 發現他又不妥 才再叫醫生 是不是整件事遲了 但如果這個臂戴 第一時間立刻通知到醫生 這個病人突然之間有些不正常的情況 我醫生就可以第一時間幫這個病人檢查 那是否可以盡快可以治好他一些不同的病症 病人有時都不知道自己的情況是怎樣的 就算知道他也未必即時可以給到反應 是 是吧 真的挺好的 太陽能被打起 我看了複照 複照其實又不是很大件的 就是一塊膠片 是 其實他像什麼呢 帶在手臂上 因為像你量血壓的時候 你不是要套 那一塊膠器 他就是類似那一塊東西 未充氣之前的樣子 帶在手臂上 是 只是他的功能就是 他會檢查你身體內不同的情況 當然 醫院就可以這樣用 但譬如你在家裡 其實他的價格 現在還沒有正確的價格 因為他還未正式推出市面 但如果推出了的時候 你能夠在家裡也有一個 那就變成你身體有少少一些異常的情況 這個秘帶 都可以立即提示到你 於是你就可以病向前中醫 盡早去醫治你 嗯 我也覺得挺好的 因為他又不需要入電的 他用太陽能 是啊 所以我覺得 非常之好 尤其是一些長期病患的病人 有時候他出得遠 但他帶著這個秘章 一直可以監察他的病情 又不需要太擔心 一有什麼事 他就可以立即去求醫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所以這個太陽能秘章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醫療法明 那麼 什麼時候會推出市面 大家就密切再留意 如果再有準確消息 我們都會告訴大家 另外兩個你就不需要買的了 這個純粹是Google的服務 大家已經可以用得上 自己上Google慢慢找一下 天地有正氣 集營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星 愚人 喂喂喂 你幹嘛享受背正氣歌 就一 click radio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個節目表寫著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脾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不出門 和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更翌日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這次是神奇 www.one 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按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十部茶餐廳的營業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關門之前 都一定 例排肥龍會做的事情就是 阿Migo 你獻出了第一次 感覺如何呢 這個 這個做節目的感覺 或者錄音的感覺 我進這個茶餐廳 哇 原來真的都學到很多東西 咦? 有什麼學呢? 開新資訊 我平常沒有機會接觸到 原來有感救芒果 都可以上一層樓的 哈哈哈哈 這些 大家不要亂地學 因為不同地方 會有不同的後果 我們剛才都說了 我明白了 若然你在大陸這樣做 分分鐘即時被人搶櫃 哈哈哈哈 所以不要亂來 不要亂來啊 只是這樣說而已 很爽啊 其實我怎樣跟你結識到 都可能跟這些電台 做一些節目的有關 是 那今次有個機會給我 喂 就是叫做 喂 什麼 出山 出山 哈哈 我覺得這個感覺很過癮 對 深水清的人 越聽越多蛛絲馬跡 開始知道Amigo究竟是誰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很低級的 對 大家還未必知道是誰 儘量保持整備 你的朋友就會知道 哈哈哈哈 那除了一個爽字之外 就是這樣 開心 還有就是 有個機會 跟這個 你 這個朋友 我覺得 多一門 好像合作的關係 我覺得不錯的 對 對 更加熟一點 合作的火花 對 我覺得可以 保持著一種火花 不錯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 很緊張 比我想像中都沒有那麼緊張 哈哈 因為你 其實你 比我 很成熟 很多東西 很 很 躲著我 這樣 給我的感覺 其實我可以定一點 你的感覺就是 這個 機會 讓我 跟你有一個 空間 跟你聊天 又可以讓大家 聽到我的聲音 我覺得 都 舒服的 OK 好不好玩 好玩 好玩 下次找你 好嗎 沒問題 看看我 什麼新的火花 可以拆出來 我希望這個 好 就這樣說 其實 很多朋友 如果聽這個節目 你如果很羨慕 不需要羨慕 你就儘管 發電郵來 如果有機會 就邀請你們 一起 其實做這個節目 大家都抱著一個玩的心態 又看看這個 社會白態 爺餘下的 正事 那樣 開開心心 就過了這個鐘 和大家聊聊天 之後時間很快過 是啊 不覺不覺 就一個鐘 這樣 希望 有機會 我再來 和大家 大家記住 每個星期 都有這個十號茶餐廳 除了 剛好之前 有兩個星期 一來肥龍沒有了 又說Kiko有些事 搞到無端白事 停了兩個星期 否則 肥龍也說過 就算只有我一個 獨挑大量 我都會繼續 十號茶餐廳 每個星期 照常營業 那今個星期 時間差不多了 嗯 是啊 希望再有機會 和Amigo聊天 好啊 好啦 那今天多謝你的 仗義相助 我們 有緣再見 那我肥龍 下個星期和大家再見 拜拜 有油站 怎麼不進油 油燈 油燈 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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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街口 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裏 你怎麼知道那裏便宜一點 你才知道嗎 去One Click Radio 網站就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 那就是 每天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進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中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這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查完油價順便聽一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